男孩写了一封邀请函 细心折叠好后 他把他挂在狗的脖子上 由他负责送信 聪明的狗狗很快反应过来 像火箭一样冲出去 认真寻找每一个收件人 收到信的男孩们迅速赶往秘密基地 和史班机碰面 简单的寒暄后 史班机说出了召开会议的目的 他们需要选出新车手参加一星期后的卡丁车比赛 随后他开始抽签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新车手诞生了 但很快 他们发现阿法法并没有来 这实在太异常了 难道阿法法生病了吗 男孩们担心极了 立即赶往阿法法家探望 然而事实的真相是 阿法法背叛了他们 他居然在和女生约会 身为艳女俱乐部的成员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史班机和伙伴们看着这糟糕的一幕 简直要被气坏了 为了惩罚叛徒 他们躲在桥上偷听 并策划了破坏阿法法绅士形象的计划 时间终于来到阿法法约会这天 他们提前离开秘密基地 故意给阿法法制造和女神独处的机会 不明真相的阿法法 在女神惊喜的目光中 他开心地点燃蜡烛 然后毫无防备地坐下 阿法法尴尬极了 他赶紧倒了两杯葡萄汁转移注意力 殊不知 他精心准备的一切都被俱乐部的伙伴们动了手脚 令人尴尬的臭气炸弹 球鞋里倒出来的果汁 混了猫砂的三明治 几乎毁了阿法法的第一次约会 幸运的是 他还有一个惊喜 吃了足足六合爆米花才得到的钻石戒指 史班基不允许破坏计划失败 更确切地说 他极度拉娜抢走了他的好朋友 于是 他带着俱乐部的伙伴们 开始疯狂砸门 逼迫阿法法放弃约会 阿法法被吓坏了 他手忙脚乱地毁灭约会的证据 根本没有注意到 蜡烛没有被吹灭 因此酿成大火 秘密基地不幸被烧了 大家赶紧换上消防服救火 但已经太迟了 秘密基地已经变成废墟 阿法法被吓得直接晕倒 陷入了可怕的梦魇 男孩惊恐地发现 他的脚下是百米悬崖 海浪的冲击声吓得他几乎无法站立 危机时刻 他的好朋友出现了 但他不是来救他 而是朝他吹了一口气 阿法法彻底失去平衡摔了下去 原来只是一个噩梦 阿法法瞬间松了一口气 不过作为对他烧毁秘密基地的惩罚 阿法法需要负责看管卡丁车 不分日夜 但阿法法是个恋爱脑 他无比思念喜欢的女孩拉娜 于是 趁着好兄弟史班基不在这里 他又哄两个小伙伴帮他看管卡丁车 然后悄悄溜走去先拉娜 这给了恶霸们偷车的机会 好奇心旺盛的孩子 立即被腿上绑着美元的鸭子蜥蜴 忘记了看管卡丁车的职责 等他们走远后 恶霸们立即动手 结果不小心触发阿法法和史班基设置的机关 恶霸们愤怒极了 决定报复可恶的阿法法和史班基 史班基和阿法法吓坏了 他们不是恶霸们的对手 慌乱中 他们不小心闯进一间女更衣室 为了躲避恶霸们的追击 他们只好伪装成马上要登台表演的芭蕾舞女演员 然后假装镇定地和恶霸们打招呼 放松他们的警惕 不幸的是 树枝勾走了史班基的假发 导致他们的伪装失败 不得不开始新一轮的逃亡 直到他们跑进一栋豪宅 恶霸们才被豪宅的保镖拦下来 阿法法却直接心碎了 因为他看到他的女神拉娜在和富豪特朗普的儿子约会 他们还放出一条恶犬吓他 男孩在疯狂修改表白信 试图用真挚的情感挽回女神的喜欢 很快用光了全部信纸 但他还是觉得不够完美 他的狗朋友看见后 立即叼来一张纸给他写信 阿法法展开信纸 却看到了好兄弟史班基背叛他的证据 为了破坏他的爱情 史班基竟然做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 阿法法气坏了 他立即驾驶卡钉车冲进游园会 去找史班基算账 阿法法刚停好车 却看到女神拉娜和情敌一起唱歌的画面 他感到极度 于是也报名了唱歌的项目 准备和情敌同台竞赛 情敌知晓他的意图后 偷偷在水杯中滴入洗涤剂整股阿法法 阿法法毫无防备地喝下后 登台开始他的表演 他刚一张口 泡泡就不受控地飘了出来 很快 泡泡弥漫整个舞台 逗笑了台下的许多观众 好兄弟史班基也发现了阿法法的窘迫 他赶紧跑到后台帮忙 结果好心做坏事 观众们笑得更大声了 史班基试图解释 却惹得阿法法更生气了 更糟糕的是 阿法法停在门口的卡钉车真的不见了 这将导致他们无法参加明天的比赛 因为生气失去理智的好兄弟彻底决裂 谁也不搭理谁 互不妥协 直到共同的好友看不下去 告诉他们 人一辈子的知音只有一个 就像阿呆与阿瓜 是一个团队 永远也不应该分开 阿法法和史班基沉思许久后 终于决定和好 并想到了明天参加比赛的方法 小淘气们召开会议 一起商量并画了一张赛车的设计图 随后他们分工合作 一部分人去寻找和收集材料 另一部分人则将材料拼接起来 经过所有人的奋斗 他们终于造出了一辆卡丁车 如期出现在比赛现场 等了好一会儿后 阿法法的情敌才开着炫酷的卡丁车 载着他喜欢的女孩出现在现场 甚至不顾大家在等他 慢悠悠地打起了电话 向大家炫耀他那个 即将成为美国总统的富豪父亲特朗普 但似乎大家都不在意 尤其是恋爱脑的阿法法 无法抑制地取出拉娜曾经送她的手帕 绑在车头上 他相信这会给她带来好运气 拉娜将一切看在眼里 被她的深情所感动 随着旗帜挥舞 比赛正式开始了 阿法法看起来奇怪的卡丁车 却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跑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情敌见状 立即按下按钮 启动最先进的原子电池 卡丁车立刻像火箭一样冲了出去 将阿法法远远地甩在后面 阿法法也启动了加速模式 卡丁车原地打转数圈后飞了出去 很快赶上了情敌 但他没有想到 情敌竟然使用按钮 拉娜连忙阻止 这是不被允许的 却遭到了小特朗普的嘲讽 拉娜彻底看清了小特朗普的本性 并决定不再和他一起比赛 与此同时 被逼得换路走的阿法法 却意外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即将赢得比赛的胜利 恶霸们健壮不爽了 他们故意扔出一枚烟雾弹 卡在阿法法的车头上 阿法法因此看不清前面的路 无法正常比赛 危机时刻 小特朗普出手帮他们把烟灭了 阿法法和史班基很意外 没想到小特朗普这么仗义 直到比赛结束 阿法法的车队赢得冠军后 他们才知道帮忙灭火的不是小特朗普 而是阿法法喜欢的女孩拉娜 史班基震惊地直接晕倒 但同时 他意识到过去的自己是多么狭隘 原来女生也可以很厉害 于是他主动找到拉娜 向她承认错误 故事的最后 善良的拉娜原谅了他们 并一起重建被烧毁的秘密基地 不过这一次没有对立 而是接纳与和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